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这个拆解视频咱们拖了一段时间 因为咱们的拍摄任务有点紧 实在是兼顾不过来 拆我们必须是要拆的 所以说时间等久了 请大家担待一下 这个绿联100瓦的一个mini的小充电宝 测试数据的话 在咱们的评测视频里面都展现出来了 有需要看这个充电宝的测试视频的 可以去我主页去找 这一个绿联产品的一个合集 我都放在合集里面 大家想看的可以去打开看一下 我们这一期视频就是拆解它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咱们话不多说 拆解这一个绿联能量派100瓦的mini充电宝 充电宝拆解是有风险的 请大家不要模仿我们 再三的强调一下 内部有锂电池 拆解的话容易把锂电池伤到 会发生不可估量的后果 所以说请大家不要模仿 这两个充电宝的构造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只是一个大一个小 这是130瓦的 这个是100瓦的 拆了过后 这个外观全部都破坏掉了 所以说好好的珍惜自己买到的产品 我们还是从这个后盖下手 把它直接撬开 这撬开的话 这些支架有好多都在撬断 打开它就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X30的一个接口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一种设计的 方便大家后续可以更换电池 这是一颗用来检测内部电芯温度的一个热明电阻 这个电池阻的底下应该是打了胶的 我们要把这一边加热一下 不然这个电池阻拿不出来 我们把这一面经过加热以后 就可以把这个电芯很顺利的把它拔出来 它是X30的接口 用过的都知道很方便的 我们直接把它拔掉 这就是电池模组 内部的主板的话 还有几颗螺丝进行固定 把这四颗固定螺丝把它取下来 我们小心翼翼的把这个主板拿出来 这下面还有一个屏幕的排线 屏幕是单独的镶嵌在这个盒子里面的 这个屏幕排线上面都打油胶 我们把这个胶清理以后 就可以把这个排线给它断开 显示屏的屏幕里面 还有青柯子贴着进行保护 这就是充电宝的主板 它分为两片主板构成 两片主板中间用排针进行连接 内部贴有散热的硅脂贴 进行散热 这上面不是铝片 这是一张铁片 为什么不用铝片呢 连接两片主板的排针 上面全部用胶水进行固定 防止两片主板松脱 把这两片主板把它分开 这一个是散热硅胶 灌在这里面的 我们分开的时候 直接就把它拉出来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焊锡给它去掉 把这一个铁片给它卸下来 这就是卸掉的一个散热片 全部打散以后 由三片PCB构成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 然后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内部的电路架构 和各种元器件使用的情况 我们在这里ini模特别的观看 我们在这里面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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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天台给大家分析 我们下期待 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从电池端到输出端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充电宝 它内部的电路及元器件使用的情况 首先介绍的就是这一组电池组 这个绿连100瓦能量派用了4颗18650电芯 通过串联组成电池组 4个电芯单颗容量3000毫安 总容量的话就是12000毫安 厂家来自成立于2014年 一家专业的原住型动力锂电池生产厂商 长虹三节新能源 这个电芯从官方的参数来看非常的不错 最大的瞬时放电可以达到50安 相当于15C以上的倍率了 这一块板子就是这个能量派充电宝的锂电池保护板 它有保护IC、MOS开关管、采样电阻等等元器件组成 这一颗锂电池保护芯片 4E型号CM1341FKT 来自成立于2017年一家专注于电池管理和电源管理芯片开发的公司 深圳市创新微微电子 这是一款专用于四串离铁辣电池的带均衡功能的保护芯片 类似有高精度电压检测电路和电流检测电路 通过检测各节电池的电压、充方电电流及温度等信息 实现电池的过充过放电、均衡、断线、短路等保护功能 这个保护板上面这里一个B1、B2、B3 这里有焊片的位置 就是电池的单体电压检测接口 两颗R2005贴拼电阻为电池组的输入输出电流采样电阻 电池保护芯片的旁边 这里四颗电池保护开吨管 4E型号是DC3908 实际型号PDC3908Z 来自成立于2012年台湾的一家功率器件IC设计公司 台湾博胜半导体 这颗NMOS开吨管的规格是 耐压30伏内部的导主7.8毫哦 四颗开吨管两串两并用于理电池保护 主板和保护板利用这个X30的连接器进行连接 这颗是用来检测电池温度的NTC热明电阻 这个抽屉宝的主板电路 由一颗主控芯片配合协议芯片 控制输入输出电流 这部分电路为MSU主控电路 这颗六角芯片4E型号JWBHJ 实际型号JW5026 来自成立于2013年 一家以虚拟IDM为主要经营模式的集成电路公司 杭州杰华特微电子 这是一颗电流模式单片降压开关稳压器 芯片输入电压范围4.7至40伏 通过内部两颗集成N勾道MOS管 提供1A的连续输出电流 这颗芯片配合旁边的4R7 4.7微横的电感 将电池端的电压降为5伏的稳定的电压 这里还有一颗三端稳压芯片 4E型号7533-1 它来自成立于2012年 一家主营单片机IC 及其周边组件设计研发与销售的公司 台湾的核泰半导体 这是一颗三端低功耗高电压稳压器 输出电流为100毫安 允许的输入电压可以高达30伏 这一颗芯片接收前面的5伏电压 输出稳定的3.3伏电压 为充电宝的主控芯片进行供电 充电宝的主控芯片 4E型号ZX9025 来自成立于2010年 一家以单片机为核心的 整体方案合作商 深圳卓星威科技 按照官方规格书来看 这颗芯片是一颗无线充电 主控方案芯片 用在这个绿联能量派上面 主要作为单片机使用 因为这颗芯片预留了8个GPIOE引脚 可用于功能定制组合其他产品 实现更多的功能 在这个充电宝上面 就是配合后面要介绍的 智容科技的快充协议芯片来使用 充电宝的显示屏被镶嵌在壳体上面 通过这个排线连接到主板 由主控芯片来进行驱动 这里一颗 这里一颗 两颗N勾道MOS管 它们的4E型号都是RU3400 来自成立于2009年 一家从事功率半导体 及速模混合集成电路研发生产的企业 深圳瑞进半导体 这两颗MOS管 规格是赖亚30伏内部导组 26毫欧 它们的作用是 用于充电宝的功能按键的开关 这一颗就是充电宝的功能按键 这个100瓦能量派充电宝的 电流输入输出电路 由这一颗协议芯片控制 双口的模式 C口为输入和输出口 A口为单输出口 电池端的电流输入输出滤波 采用的是片式堆积陶瓷MLCC 贴片电容三颗 再加上一颗固态电容进行滤波 固态电容来自成立于2001年 一家始终专注于各种电容器 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 上海的永明电子 规格是100微法 耐压25V 属于永明电子PX系列 高可靠性DESR 高纹波电流固态电容 电池端电流采样电阻 采用一颗R2005贴片电阻 升降压电路的升降压电感 采用的是绕线电感 唯一颗三线并绕的大功率电感器 升降压电路的 同步升降压NMOS开港管 采用的四颗NMOS 组成全桥拓布电路 实现高效的输入和输出双向功率流动 它们的四颗型号都是AER3041A1 来自成立于2015年一家级技术研发销售一体的半导体公司 深圳荷拉半导体 这颗NMOS的规格是 耐压30伏内部的导组3.2毫欧 25度最大的直流电流是70A 唯一颗D类组NMOS开关管 升降压电路的升降压控制器芯片 4E型号SC8815 来自成立于2015年国内领先的 模拟和嵌入式芯片设计企业之一的 上海蓝星半导体 这是一颗支持双向冲方电 带IRC控制接口的升降压控制器芯片 支持最高40伏的输入和输出电压范围 提供完整的充电循环管理 通过IRC接口 可以很方便的设置充电电流 充电电压 以及其他等等参数 内部集成10比特ADC 提供各种完善的保护功能 从而保证了各种异常情况下的安全 这颗绿连能量派100瓦充电宝的USB协议芯片 4E型号SW2325 来自成立于2014年一家专注于 电源管理芯片领域的数魔混合芯片设计企业 珠海的智荣科技 这个芯片是22年首批通过融合快充认证的 一颗高集成度的Type-C USB-A 双口快充协议控制器芯片 类欠M0内核的MCU 最高工作频率为40兆赫兹 并支持IRC和UR的通用外设接口 集成了各种主流的快充协议的检测电路 类置多种安全保护功能 配合ACDC或DCDC电路 以及少量的外围元器件 即可组成完整的高性能的Type-C口 USB-A口 双口快速充电解决方案 升降亚电路另外一端的输入输出滤波 也是采用的陶瓷MLCC贴片电容 加一颗固态电容进行滤波 这颗固态电容一样的是上海有名电子的PX系列 贴片固态电容 规格是220Viva 耐压25V 升降亚电路另外一端的电流采样电阻 采用的是R010贴片电阻 Type-C口和USB-A口 输出VBUS开关管 一共使用了三颗 它们的适应型号4435C 两颗 4407A一颗 三颗都是P格道MOS管 厂家的话没有查到 两颗4435C用于Type-C口 输入和输出 USB-A口则是用的一颗 4407A 这颗R2005为USB-A口的电流取样电阻 这颗R010为Type-C口的电流取样电阻 私应RA的一颗贴片三级管 用来防止Type-C口电流反观 保护内部电路的安全 一颗绿色私应T的贴片保险 用于充电宝的大电流防护 确保内部电路的安全 这是充电宝的两个USB连接器 USB-A口内部舌片为紫色 做工的话 大家看一下细节 非常的光滑细腻 没有毛刺 Type-C口内部舌片为黑色 做工是一样的非常不错 充电宝主壳底内部有PC加ABS主燃材料的标识 充电宝的后盖壳底上面 一样的有PC加ABS主燃材料的标识 这个LUNI-N100W迷你版的能量派充电宝 经过拆解我们可以看到 它内部大致的电路架构 跟130W的能量派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个电路板更加的迷你精简 但是主要的元器件它没有减配 做工和用料的话都是很不错的 它的测试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 它的兼容性也是很不错的 PD协议的苹果设备 蓝绿厂的UFCS融合快充 在众多的充电宝产品中 它的存在还是不容小觑的 大家说对不对 喜欢我的频道的 喜欢我的视频的帖子们 点赞关注订阅走起吧 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观看